美国和乌克兰联手这守株待兔挖了个大坑 在低空再一次击落一架俄军的苏-34 那使用的呢 据乌克兰那边说啊 居然是独次单兵防空导弹 这简直就叫做个声为碾压呀 这岛内绿营看到这个哎呀又兴奋了 哎可是啊 他们不知道 俄军现在的这个短板恰恰是我们解放军的强项 欢迎来到张斌观察 我是张斌 网上现在出现了一段24秒的视频 一架苏-34朝地空飞行 突然呢 乌军啊就使用这个毒刺导弹 把这飞机打中了 从飞机被打中到坠落到地面上爆炸起火 那就不到10秒钟的时间 咱们以前呢也没见到过这个视频 比较了一下 应该就是最近几天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俄罗斯的空天军搜救保障分队来的也是挺快的 马上就展开了这个救援 这两名弹射出来的飞行员呢 先后被打救了 算是安然无恙 这次作战呢 是非常典型的一次伏击战 有些细节呀 它很值得关注 咱们先说这段视频 你看它这个拍摄的地点呢 是那个这个时间点啊 这地点都真的非常的巧 而且这个拍摄的位置 就是说这个机位呀 简直就架好了 那个机位要拍电影拍大片一样 这却没错 说透了 这就是一次准备充分的真实的摆拍 这就是一个纪录片 乌克兰的无人机早就悬空 找好了拍摄位置 咱就等着在这拍呢 这背后呢 就是美国强大的战场感知和情报能力 美国呢已经获得了情报 俄军呢是要出动了 但是呢 咱也不清楚是 他们经过了这个技术情报分析出来的呢 还是说他们有人力情报资源 那这一点那就是更可怕了 那顺便在俄军内部 那是有线人的呀 是吧 反正嘛 不管怎么说吧 那是盯住了俄军的这个飞机 俄军的飞机 它一起飞 就被美军 准确的掌握了航线信息 乌军呢 得到美军传来的一些情报之后 发射手在地面待命 无人机就找到合适的位置 在等着拍大片的 这果不其然 这苏34就被碾压了 事后呢 乌军总参谋部就发布了消息 认领了这个功劳 通过强大的西方媒体来扩大战果宣传 又打了一个漂亮的舆论仗 这消息很快就传到台湾岛内那边去了 这个绿营这那边 非常的兴奋 在一个政论节目里 这个名嘴 他就是 这个 很兴奋 说的是 这个声音的又很高靠 他说你看看 说这个美国多厉害 能给我们准确的情报 我们的防空武器 那比乌克兰要强吗 解放军又没有苏34那么先进的战机 我们打解放军的飞机 就像打电竞一样简单 他们怎么说 咱们也别管他了 但是我们看这个俄军的 他缺乏对地攻击的无人机 又没有太多的精确制造弹药 所以这个苏34 他也不像宣传的那么先进 实际上他的火控系统 还是比较落后的 还真打不了太先进的精确制造弹药 只能搞这个低空的突放 要说俄军飞行员 那也是够彪悍的 是真敢干 但是呢 在没有足够的战场感知能力 没有事先可能清除地面危险的情况下 没有电子战作战飞机啊 随行掩护的这么一种状态情况下 你硬着头皮去挡 损失那就无可避免 而且这种损失就会非常的惨痛 成了别人摆拍那个大片里边的牺牲品 说透了这次呢 还真又是一个活教材啊 这解放军这么多年 我们的路子看样子是对了 紧跟技术和战争形态变化的趋势 全力提升战场的感知能力 无人机水平和空中突防时候 包括电子战在内的预先压制 这些可都是俄军渴望不可期的 至于说那个绿营 他们那些人怎么说 那就随他去吧 我们解放军一定会以最严峻的可能性 做准备来碾压台独的武装力量